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把松本文三郎和柳天圣山二人的研究视为中国学中的一部分 主要在他们关入中国禅宗史的研究 在内容上与京都大学中国学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是文史者的交叉领域 密不可分 不能单一地用学科分类进行判断 第一大部分 松本文三郎关入达摩六者谈经的开拓性研究 松本文三郎虽然出生于印度哲学专业 但从他出版的著作看 其研究兴趣非常广泛 处女作是心理学 他还写了佛教艺术方面的著作 关于佛教方面 最有影响的是 《佛典结极》《佛教史论》《极乐净土论》《弥勒净土论》《弥勒净土论》《佛典之研究》等等 作为禅宗的初作 达摩在禅宗文献中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达摩 另一种是达摩 前者主要建议了景德传真录 以及宋代以后的禅宗文献 主要是禅宗人录 说法的成分 传说的成分较多 后者主要建议了宋以前的唐代文献 比如续高僧传等 更接近史实 这是目前学术界的几乎成为一种 这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成为一种常识 特别是随着灯黄达摩相关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达摩的历史形象及其学术 今天日来日明朗化 今天我们对达摩的认识 如果追根溯然的话 应该是两位日本学者 第一位是景也者 我们都知道叫景也黄阳 另一位则是松本文三郎 松本出版达摩一书的时候 灯黄达摩相关的文献尚未被发现出来 达摩的历史形象依然笼罩在谜潭之中 松本的达摩研究无疑具有开拓心意 通斗这本书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主要以续高僧传为一著 将其是景德传登录和传法正宗记 中观着达摩的记载进行对比考察 指出在旭高僧传中只有三四十个字的记录 至景德传登录则增加了八倍之多的文字 而且事集多有出入 至于传法正宗记则大多是延续景德传登录的记载 而且在内容上多有增加和演变 他这么说 达摩地球是中国禅教的始祖之一 同时也是一位历史人物 然而至于其言教和形状 目前除了旭高僧传所藏之外 其他不足可信 景德传登录之类并非为了彰显历史事实而撰写 而是作者试图通过概述 以表达自己的禅的一种见解 我们必须这么去理解 而将景德传登录的记载视为历史事实的 其实是传法正宗记的作者契松 是由契松所造的罪过 他不误解古人的真意 自欺其人 松本批评传法正宗记作者契松的言辞尽管有点激烈 但他提出这样的结论 在灯黄文献被发现之后 结合灯黄文献发现神会的存在而撰写的 神会和尚遗迹的胡识的方法相比 可谓如出一辙 接下来第二部分是 关于松本文三郎对六祖谈经的研究情况 松本文三郎关于六祖谈经的研究成果 即是《金刚经与六祖谈经》之研究 《空国教》的《六祖谈经》 1913年出版的 这本书是继达摩之后 松本出版的有关禅宗文献研究的又一部专注 松本关注六祖谈经的时候 被视为最早本子最古的本子的灯黄本谈经 尚未被发现出来 松本以《明版大藏经》所收六祖谈经所为对象 进行研究 目的在于考察此书到底是否由六祖汇能所造 还是由后人伪造 是六祖的真作还是后人的伪作 这是他的目的 松本通过收入全唐文中的一些文献 发现了有法海撰写的《六祖大师法宝谈经》 因此他认为所谓六祖谈经的说法在当时就已存在 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通过全唐文的资料 考察了 松本认为所谓六祖谈经 其内容三分之二及后半如第一章 明显是由后人所作 剩下三分之一是否由六祖所说也不可判断 松本观伦 《六祖谈经》研究的最大贡献 是他最早使用了全唐文中所收留的碑文资料 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其次是借助这些资料 指出资料之间相互存在的矛盾 以及不同的说法 以发现六祖汇能传记与六祖谈经的原型 他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六祖汇能的传记 和六祖谈经的原型 松本对谈经和汇能的认识 在灯黄本六祖谈经以及汇能传记资料相继被发现之后 经过宁萌大舟和胡石等人的研究 基本上得到了证实 松本后来结合新发现的灯黄本谈经的资料 撰写了六祖谈经的书制学的研究 在《禅学研究》第17期18期 该文后以六祖谈经之研究的题目 《六祖谈经》这种题目 收入试著《胡椒史》杂考 1944年《倡人社》出版 该论文系统考察了现成和新发现的谈经 各种本子的特征 指出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 同时指出胡石的《潮汐大事别传》 一文中数字上存在八处错误 认为这是胡石对现成《潮汐大事别传》的 由来的一种误解 接下来第二大部分 我们将讨论介绍 《入识意高》对《禅宗语言》的汉语解读 进行介绍 与宋本文三郎相比 《入识意高》是京都帝国大学 中国学出身的正统学者 他既入中国文学 也就是白帕文研究的立场 对中国禅宗语言所进行的解读 修正了不少之前有顺读的方法所造成的谬误 用汉语直接解读中国禅宗语录 开封记之线 中国禅宗语录中包含着大量的口语 俗语以及地方方言 一些禅宗语与弟子之间所进行的问答 一般都以当时的口语形态被记录下来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献 日本自国以来 略读中国古典书籍 基本上是用日本人自己发明的顺读方法 而这种顺读方法 大东使用比较规范的书面汉文作品 比如史记 高僧传 以及唐宋诗词等等 用顺读的方法套用禅宗语录 往往会出现错误 甚至会出现一丝完全相反的误解 那么传统的顺读方法存在的错误 具体反映在哪些地方呢 《入识意高》在《临近路遗注》的解释中 作为了介绍 比如《临近路》中有一句叫 执你面前听法的事 传统的读法一般将这里的你 理解为一种绝对的你 一种超热性的存在 《入识意高》的解释 它是这样 它是这时的执理 意思是直接执 不是其他就是你们 是你们本人 丝毫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 他这么说 此外呢 是你及经目前听法的人 这句话它是解释说 在我面前听法的你们本人 是你 也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指一种绝对的 若是反复强调 热读古典应该注意三个要素 即说了什么 何说了什么 怎么说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此 如果记住这三个要素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不仅仅是读法上的问题 它还牵涉到对思想 是否能够如实理解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除了对禅宗口汝进行研究外 入史还撰写了探讨 雪峰 悬沙 人门 寒山 旁居士等人物文章 特征的文章 内容设计禅学 禅室的关系 是大部分人文思思想的 其中也含有艺术思想 美学思想 十分宽泛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大问题 就是柳天圣山的中国禅宗史研究 我认为 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这么说 柳天圣山的中国禅宗史研究 是一个划时代性的研究 柳天圣山在京都大学任职 只有十年时间 是1976年至1986年 它在期间出版了一系列禅宗研究著作 比较有影响 就是祖汤及塑影上下三册 上中下三册 特别是发表东方学报中的 禅宗的历史 禅宗文献的成历史研究 四百日夜 系统考察了禅宗的成历情况以及背景 具有开拓心意 其次是组织的 一些共同研究 比如 它的最有名的就是禅宗文化研究班 会读禅宗宗宝传 最后以禅宗文化资料篇 一注一的书名出版 1988年出版 也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成果 当然 它的那个羊羊五十七十万字的初期禅宗史研究 1967年发展版出版的 可以说是柳田圣山的一个代表作 我们可以把大概把柳田圣山的研究归拉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基于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对早期禅宗文献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这是柳田圣山对中国禅宗史研究的表现出的一个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柳田圣山的他的研究 最大特色就是利用了近代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 对早期中国禅文献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如前所述 柳田圣山之前呢 宋本文三郎技术历史学的方法 对达摩 六者谈经等 做了一些开刀性的研究 特别是他考察出唐宋禅宗文献之间的差异 指出啊 对他们那些 一些真实性 就是唐代文本 更接近的史实 宋代文本是一个虚构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他出版的达摩 达摩之研究 金刚经 六者谈经的研究啊 这些书啊 在柳田圣山的那个 那个禅辱的 禅辱的禅辱 禅文献 禅辱的历史 禅文献的 成历史的研究 这本这篇文章中啊 也有所吸收 特别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啊 设立了一个 一节 松本文三郎 六者谈经一节啊 具体介绍了松本文三郎的研究 积极成就 可有没有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 柳田呢 对松本文太郎的研究 在学术史上的开拓心意啊 呃 是 并没有忽视啊 而是呢 积极的剧情啊 这里 在这本书中啊 呃 出版日 在这部出版日 1967年的 初期禅辱史的研究 这本书中啊 柳田详细的考察了 能奇诗字记 历代法宝记 禅宁孙宝传的 邓皇本 和其他新出的一些文献 这本书 值得很 有很多 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 比如他 谈到登史的价值 登史啊 柳田认为啊 登史具有独自的意义 柳田考证 强调 登史之类的书籍啊 呃 绝不是 单单只是记录历史事实 而是一种宗教信仰传承的一种表达 登史如诗 最如诗的反映了 续高僧传以后的 中国禅宗本质的资料之一 呃 特别是点缀在 续高僧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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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僧传之间的那些 呃 登史群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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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为 禅宗呃 呃 登史体系 得到的固定化的一个 呃 呃 那个 景德传承以后的 各时代的登史不同 最显著的反映了唐代 有天认为啊 作为禅宗乳乐的特征 并不是在了它是一一种啊 著书 而是在了它是关于成呃 宗族言说的听文记录 是一种圣典 他指出啊 禅宗乳乐 一方面它保持着圣典的权威 另一方面 呃 又保包含着低俗离奇的言词 是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一种含义的典籍 啊 他考察了 乳乐这一名称在历史 呃 禅宗史上出现的年代 啊 指出啊 在乳乐这一名称得到一般化之前 六祖惠人的徒生之后 禅的呃 第一手资料 会被呃 称为鱼本 或者被称为啊 广乳 或者被称为鱼药 会被简单的呃 单单的称为鱼 将它们呃 集合起来 一方面编辑料呃 编赞了通史 另一方面编造了鱼乐 全集 如此就诞呃 诞生了通常称呼的鱼乐 啊 柳田传写了几部冠日 几部冠日 祖汤集的著作 然而 集柳田 就祖汤集研究之大成者 当然是由柳田编著 呃 京都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的前述 祖汤集缩影 三册 以及一字缩影 该书啊 在祖汤集研究中啊 并认为是 著有里程碑式的著作 对日后的那个研究 无疑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总之啊 呃 柳田的中国禅宗研究 在年代上 呃 可以说涉及到 唐五代禅宗的全部 在范围上可以说涵盖 呃 灯黄本 呃 禅宗文献和初期禅宗史书的一切 截日 呃 宋本文三郎 虽然出生于印度哲学专业 但其以达摩 六祖谈经等为专题的开拓性研究 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特别是宋本提出的唐代禅宗文献的虚构性 唐代禅宗文献更接近禅宗的历史 所谓唐代禅宗与宋代禅宗的非连续续的说法 尽管在细节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但这一观点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 后来学教关于学界关于中国禅宗史的研究 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宋本的同事内藤湖南在同一世纪提出唐宋变革的说法 宋本的观点是否受到了内藤内藤的说法的启发 本文对此问题未进行探讨 不得而知 但如前所述 内藤向宋本提供禅宗文献抄袭大师别传的和课本 而且据笔者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内藤文库和宋本文库里所了解的情况 他们二人生前相互记正各自的著作 这些著作至今保存在二人的文库之中 可见宋本和内藤之间私下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 彼此相互互受影响应该不难推测 中国学科科版出身的入室一高 通过对中国白帕文学的研究 从禅宗里路中发现了唐宋俗日方言的宝库 强调从汉人发言的角度 解读禅宗里言不仅匡正了以前由顺度所造成的误解 而且为日本的中国禅宗研究领路带来了新风 对京都大学中国学来说 其所著有的突破心意义不言而日 柳田圣山可以说是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中的一匹黑马 柳田出生于宁济宗私人僧女身份 但其基于客观的历史学研究方法 而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禅宗史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禅宗研究里日 可以说具有化石的意义 特别是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组织的共同研究禅研究班的 吸引了不少学者